內地第一個mRNA疫苗生產基地在雲南交付 預計下個月投產 生產基地總投資5億2千萬人民幣 預計每年可以生產2億劑疫苗 是內地第一個mRNA疫苗生產基地 由中國軍事科學院、軍事醫學研究院 同雲南旭森生物、蘇州艾伯生物 共同研製的內地第一款mRNA疫苗 目前已在印尼及墨西哥獲准展開3期臨場試驗 玉森森表示那款疫苗有效率或與Beyond Tech差不多 最快1至2個月後可以獲得研究數據